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 也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近日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 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他高度评价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就 并期待粮食计划署未来与中国开展更高水平合作 那么毫无疑问 中国在扶贫这方面是为世界输入里的光乎的典范 因为咱们知道 中国实际上人均这个自然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 相对全球的人均资源来讲的话 耕地的面积和草原的面积 这个世界平均水分的三分之一 所以资源这个世界平均水分的四分之一 生理面积只有六分之一 但中国整个耕地面积占全球的9% 但是人口占了20% 中国很好利用了9%的耕地 解决全球20%的吃饭问题 而且过去40年 中国历史8亿多贫贵人口脱贫 对全球的脱贫的贡献率 超过70% 屈四喜说 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还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拿出过去4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 同他国分享 世界粮食计划署 于2016年成立了 中国南南合作卓越中心 在四大重点领域推进南南合作 第一个是帮助小农 就发展价值链这个能力 是他们更好的于市场进行 那个衔接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减少那个产后的损失 那么第三块就是怎么样 进行那个灾害风险的 这个防控与管理 那么第四块我们是帮助 他的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 这是零饥饿和营养改善的战略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效果不错 在这个疫情时间 实际上我们也采取相应的措施 因为疫情时间 不讲过去 会把人发展国家 带到中国来面对面的 去交流 但是我们也利用这个 现在这个数字技术 也开展了很多的那个网上交流 2020年年初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成为威胁全球的健康危机 屈思喜说 中国在取得较好抗疫成效的同时 也迅速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 作为联合国系统中 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 也与中国展开了多层次的合作 那么在中国设立全球 就人道主义应急那个收纽 也是我们这个与中国合作的 具体表现之一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中国设立这个应急中心 占我们粮食计划署 全球运输的80%以上 应该说为全球的抗疫 具有很大的帮助 但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 中国现在有运行得到很好的控制 国内的经济和生活 完全走下正轨了 这进一步表明 中国应该说 主要自己的经济的恢复 身上生活恢复 也为全球经济的恢复 那个提供的强大支撑 作为进入中国较早的 几个联合国机构之一 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过程中 与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 进行了密切合作 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 上世纪的80年代或90年代 中国曾经是 粮食计划署主要的 援助对象国之一 到现在 这个粮食计划署 也非常依着中国的支持 就是中国成为的粮食计划署 分享重要的合作伙伴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那么应该说 以后根据目前新的形式 我相信 就是双方的合作 一定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以全新的合作方式 展现更高的水平